国家品质标章认证 辅助清洁牙缝金的死角 维持口腔健康 预防牙周病发生率 快点购 也将组合热销中 请上网搜寻快点购 中天娱乐台 超猛经典武侠大戏 射雕英雄传 过真价实的美术设计 拳拳到肉的武打动作 公认金庸招牌 最诚意满满的良心剧作 二月十五日起 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 中天娱乐台 射雕英雄传 你没事吧 裴敏西 失去的记忆 受伤的手 都不能放着不管 我们一起去美国接受治疗吧 哥 哪有妹妹 我一时找不到哥哥就哭啊 我要多看看我儿子 难道你没有想过他们 可能在欺骗你吗 为什么骗我说 我是您的儿子 中天娱乐台 周一至周五晚间六点 安美诺美白凶雾霜 金家 欢迎收看全球大视野 我是林家元 全环动起来 我们点点名好吗 告诉我您在哪一城市 一起来自评收看 全球大视野开会员了 谢谢大家被靠被支持 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 重点是分享 让更多人看到 一起来冲百万订阅 首先热烈欢迎前立委郭建亮 参与讨论 大家平安 好 一起来看看 这个在元宵节的时候 大家用的这个梗图是什么呢 什么用这个气球说元宵节快乐 然后这个流浪地球 现在是流浪地球 变成一个大哭手的一个图了 来说到这个 美国说是间谍气球 从中国大陆这样飞飞飞 飞到了美国来 但是这整个时间点 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 比如说1月28号的时候 中国大陆这个气球 到了阿刘山群岛附近的时候 美国其实北方司令部 就已经进行跟踪了 就已经知道了 但是为什么你看看 在2月1号的时候 当时米利还有Alstein 美国的军方都说 对于这个气球不应该把它击落 然后觉得没有相关的危险的问题 当时的布林肯 也跟中国大陆来进行沟通 好 到2号的时候 这个事情就把它公开出来了 然后来看到4号的时候 拜登就把它给说什么 他们已经把它击落下来 但是先问一下亮哥 拜登他是不是现在被民粹给绑架了吗 当然第一时间 美国军方是比较低调的 比如说Alstein 还有包括联席会议主席米利 他们都认为说不应该把它击落 因为不会危害到相关的军事 不会采取军事行动 然后因为这个气球 如果你把它击落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地面人员安全等等的 危险的问题 但是最后的时候 拜登说他2月1号的时候说 我们已经下令要把它给设下来 然后在4号的时候 果然就把它给击落了 这个击落之后 美国国防部Austin也出了一个声明 对 其实到那个时候 我觉得美国国防部的声明 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状态 他当然不得不加上一些声明 说侵犯美国领空 因为这个基本上 因为总统都已经表态了 所以可是到底这个 这个气球是不是真的构成 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不是真的构成军事威胁 第二个就是是不是真的构成 民用航空的危险 第三个就是是不是真的构成军事情报 收集上的风险 美国军方事实上在第一时间 并不这样认为 所以因为他的高度很高 这个事实上会构成一个新闻事件 是因为他到Montana的时候 高度降到18公里 所以才会被看到 对 否则我觉得美国军方 历来的处理模式 可能就是因为它是高空气球 大概都是在30公里以上的高空 你基本上看不到 是 民航机大概只能够飞到12公里左右 所以也没有构成民航风险 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跟踪 然后看你怎么飞 以前我认为历来处理模式 可能就是这样 的确 因为目前美国军方也有人说 事实上在川普的四年任期内 也有四次 对 只是说他没有下滑 是 因为下滑到Montana 坦白说就是很敏感 而且18公里就是被看到 所以你必须做回应 因为今年是跟明年是选举年 所以众议院刚控制的共和党 就出手就非常激烈 当然主要就是议长 麦卡锡就出手了 所以你不得不回应 所以拜登会不会真的也是 有点被民粹押不住这个压力 我觉得主要是媒体 我倒不认为是众议院而已 还包括媒体 因为《华尔街日报》2月3号 就写了社论 就非常激烈了 我看到《华尔街日报》这么激烈 我也有点意外 他就说拜登如果 不让中国大陆做出一个回应 继续让中国大陆 这种行为逍遥法外 美国要跟中国要避战就不可能 就基本上他已经把它当作是一个 军事行动的一个部分 光这个气球就变成军事行动 我后来用词就越来越辛辣了 包括说什么他有气球集团 然后不只在美国 五大洲都有 五大洲都飞了 无限上纲 就是已经到了 已经不能讨论了 就是这个是美国媒体 当然我刚刚讲到的是 《华尔街日报》2月3号的社论 接下来就《华盛顿邮报》也跟进 福斯新闻也跟进 CN也跟进 就是我觉得是媒体把它炒作成是一个 军事威胁 然后甚至还有人类比到1960年 那个U2的事件 那个是美国的间谍侦察机被苏联击落 对 他就说这个中国这个气球 就是基本上就是间谍气球 就已经用这个词了 是 知道美国的媒体就开始用 SpyBroom这个词 然后就说这个东西背后 中国可能有某一些技术在里面 比如说它是可以遥控的 所以它的情报可以 摄影了之后可以回传 坦白说如果中国大陆的 这样的一种气球 你如果是飞艇 那当然有可能 可是据我了解 因为我今天自己直播 也讲了这个话题 那就有人说 为什么那个中国外交部 他用飞艇这个词 就是Airship 是不是基本上飞艇的意思 就是可以遥控 基本上 可是这个就要证明 我觉得这个坦白讲 不是你说了算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 美国军方现在不是在打捞吗 对 那个长海打捞出来之后 你就可以做检验 我觉得主要有几点你可以检验 第一个就是 它如果有所谓的照相设施 我们就看它所录下来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画面 对 它是不是有真的拍Montana的核设施 这个一打开就知道了 第二个就是 它是不是接受大陆的通信上的控制 然后它的这些影像 可以不断的回传 因为你要回传才构成检验卫星 不是传出来 它好像没有办法回传 不知道 我们现在不知道 就是你反正国防部拿到长海 对 你可以立刻证明 因为当年 美国那个U2侦察机 掉落在苏联 美国一开始也否认 对 苏联就 因为它有 那个是有驾驶员 那个驾驶员跳伞被抓到了 所以后来苏联就让驾驶员 还有公布侦察机的长骸 来证明到底实施什么样的活动 所以美国后来只好吞 是事实 不过那个事件也造成美苏关系的 急剧恶化 所以我是觉得要让事实说话 你美国政府如果像拜登 美国国务院 你这么快就屈从于美国媒体 跟众议院的一些说法 那你这个行政系统就太不科学了吧 是 你要用科学说话吧 所以我觉得 我们现在比较期待的就是说 那你美国国防部 你就公布证据吧 就到底派到什么 可不可以回船 是不是可以操控的气球 一路可以从中国飞到美国这么远 是 而且是故意的 他们这样感觉是故意飞到那边去 这个恐怕是科技的大突破 对 那是中国大陆 是称赞中国大陆的科研能力太强 事实上你如果是这种论述 就是基本上认为这是 中国有意的军事刺探 让他进入阿拉斯加 进入加拿大 进入爱德 还可以控制那么好 到蒙塔纳 又可以到蒙塔纳 然后还可以下降高度 30公里下降到18公里 那真的太强了 你如果真的相信 那就是中国有一个军事技术上的突破 那你就证明给大家看 因为他事实上到了蒙塔纳 他还在飞 后来还飞到了 我们知道在南考的南澳洲的外海 外海才被击落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应该要让事实说话 当然是要用事实说话 大家也很好奇说 美国斩钉截铁的说 这叫间谍气球 但是中国大陆有必要用到这么 被说比较老旧的一个设备吗 大家都知道 中国大陆卫星能力很强 北斗也很强 我们看看光是2017年这个照片 中国大陆吉林一号卫星 实拍美国本土的空军基地 战机都是清晰可见 这是2017年的一个公布照片 你看军用跑到这么清楚 照片当中你还可以看到 他的这些军机 比如说有左到右有什么 F-16战机 F-15的战斗机 包括了这些攻击机 通通都拍得非常清楚 好 更别说你看这些 都是他军用设施 都是一览无遗 这就是用低轨卫星拍出来的 我们再看一下下一张 这个不一样 因为低轨卫星只能拍90度 OK 气球有可能风吹 所以会有斜角 而且它可以滞留一个地方 比较久 可是问题就是它很难操作 所以如果说 如果说中国大陆 真的有办法用气球 而且气球你要知道 它是用太阳能电板 所以你不容易侦测到它 因为它并没有喷火的设施 所以它不容易有热能 被你侦测到 所以理论上它是侦测难度高 滞留时间长 更有可能有不同的角度拍摄 所以它是有价值的 并不是说没有价值 并不是说你有低轨卫星 这个就不重要 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探究的是说 中国大陆真的是 已经把气球探测 已经操作到出神入化到这个层次吗 这个是大家想要了解的吗 大家真的想了解 尤其是生活大陆在很多领域 的确都是换道超车或弯道超车 该不会这次也让中国大陆 这个黑科技被全世界看到了吗 来看到 中国大陆气象气球的探空 最高来到了5万米 这是哪一间公司 株洲橡胶所做的一件事 对 这个在湖南 它非常厉害 你看 来看到这一间公司 被说世界上飞得最高的气球 能飞多高 答案就是48000米 民用飞机飞行高的最高 也只有1万2000米 这是中国化工株洲橡胶研究所 他们所设计产品的参数 目前达到这个高度的企业 就是全球仅此一家 而且中国气象局 它所用的气象气球 有75%是跟这家公司买 这家公司就真的很厉害 我们这次才真的好好介绍 叫株洲橡胶 这一次又让大家看到了 它叫做中国化工株洲橡胶研究院 这个总的 研究社系研究院 中国化工株洲橡胶研究 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好 谢谢 对 那这个就是 这个是民间的 对 所以那 因为中国外交部第一时间就说 这个是民用的气象气球 没错 然后他就说我们也为此感到遗憾 因为偏离然后失控 对 不可抗力的因素 这个不可抗力的因素 事实上美国绝对 这个不是第一例 所以为什么你说1月28号 美国军方就知道 他进入阿拉斯加 为什么没有击落 当然30公里高 你战斗机是没有办法击落 没办法 可是你可以用飞弹击落 当然他可能考虑到成本问题 或者是飞弹击落 不知道他里面装什么 OK 可是我觉得历来大概 我认为各个国家的军方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处理模式 就是你如果在战斗机 不可及的高度 因为战斗机最高 F-22还是飞最高的 20公里 已经超过你的极限了 大部分的战斗机还飞更低 你根本打不到 所以你只能用飞弹打 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 然后里面装什么之类 说如果他真的是外星科技 就是有很大的技术突破 过去的经验 就大家都不是这样打的 因为这种气球 也在日本发现过 也在台湾发现过 在菲律宾发现过 历来都是近距离的 没有看过飞那么远的 如果飞那么远 就飞到美国去了 太厉害了 这个简直是超无想像 是 对 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 已经要深蓝海军 突破第三岛链 现在是这个气球 就已经突破什么岛链 当你美国上空去了 说到这个 刚刚亮哥说了 中国大陆外交部 中国大陆外交部 在最新的回应当中 针对于说 美国说是间谍气球 还说什么有监测仪 并不是一般民用所用的 研究目的 中国大陆外交部发现 毛你呢也有最新手法 中方已经多次向美方介绍了有关情况 这艘无人飞艇也是民用性质 用于气象等科研目的 受西风弹影响 且自身控制能力有限 该飞艇严重偏离了预定航线 这完全是一次不可抗力导致的 偶发意外事件 中国是负责任的国家 我们一贯是严格遵守国际法 尊重别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历史证明经常践踏国际法 侵犯别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是美国 我们已经表明 这完全是一次不可抗力导致的偶发意外事件 美方还刻意的渲染炒作 甚至武力袭击 是不可接受的 不负责任的行为 好 中国大陆说 这是一个不可接受的行为 我们来看看中国大陆其实 包括国防部 外交部都有些说法 大陆外交部刚才说了 我们先看国防部的部分 2月5号的时候 他说保留未来使用必要手段 处置类似情况的权利 意思就是美国 如果你有类似高空气球 飞到中国大陆家门口的话 也把你打下来吗 另外再来看到这一次事情 马斯克酸爆了 他在推特上发布说 动画片叫 飞乌环游记 台湾翻译是天外奇迹的梗 来嘲笑 美国用军机去击落气球 另外美国派出F-22 也是一场大秀吗 要营造什么 美国战机的神话 出动F-22把它打下来 还用了这个飞弹把它打下来 但是当时美国是出动了 F-15战斗机 还有KC-135加油机 还有海军的P-8A的反潜巡逻机 还有海岸警卫队的HC-1130的 搜索的搜救飞机 更别说海军也出动了 比如说船务登陆舰 导弹巡洋舰 导弹驱逐舰 还有数艘海岸警卫队的船只 在下面要打捞 他那个是因为要做航管的控制 就是他要宣布那个区域不能进来 包括民用船只跟飞机 不能飞进来 他要做管制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 你怎么可以击落 击落通常你要证明 它是一个军事威胁 或者有航道上的风险 或者说证明它是收集情报 所以你把它击落 击落接下来你就要用事实证明 你的判断是对的 所以我才说你既然打捞了 那你就要用事实证明 今天事实上有个网友跟我讲 他说为什么中国外交部 一直说用飞艇来形容 然后他就跟我讲 这个是故意的 我说这个不是气球吗 为什么中国大陆说是飞艇 因为这个样子的确看起来 这个其实是比较是气球的样子 飞艇不是长这个样子 他就跟我讲说 这个不是形状来定义 而是怎么操作的 飞艇就是它基本上是可控的 然后它是有动力装置 然后是可控的 虽然它长得像球 可是它本质上是飞艇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他们中国外交部 为什么要用飞艇 因为美国未来可能也是用飞艇 来刺探中国 所以他就要比照办理 你懂我的意思 就是飞艇是比气球更可控 更精密的 美国当然有这种技术 当然 所以就是说 中国就是要立下惯例 说你这样对我 我以后也要这样对你 所以国防部你就可以看到 他就做说 你如果认为你这样可以打 我以后也要打你 因为我刚才已经讲到了 就是说你是不是构成军事威胁 是不是构成民用航道的威胁 是不是真的有收集情报的风险 这个是要证明的 如果说这三个都不构成条件 然后你就硬把人家打下来 这个是有问题的 这有法律的问题 意思就是礼尚往来 美国你这样做的话 中国大陆现在也定出一个红线了 因为我也是比照你的办理 美国你再还没有搞懂说 到底有没有什么危害的问题 美国军方自己都说 没有这些危害的问题 你也把他打下来了 好 被中国大陆抓到把柄了吧 以后你这个飞艇 飞到中国大陆家门口 也把你打下来 爱台湾就是让台湾人过好日子 真道理性 真爱台湾 您收看的是中天新闻 热爱爬山的淑粉主播 如果用这款黑色运动瓶 来装大拿铁刚刚好 中天文创品牌 Keep Going系列 真空悬盖运动瓶 380ml 木核色 550ml 金碟黑 380ml 打铁色 真空好喜杯 共三款 即可入手 请上快点Go 有您的支持 中天Keep Going 好 因为一个气球 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反华出现的变数 还是中美之间真的 被说互信真的很低很低 来看到布林肯暂缓反华了 纽约时报说 气球事件凸显了 中美关系的脆弱 另外美国的前亚太助席 罗素也说 当乌小大楼显示 之前也有过类似的飞艇 气球到过美国家门口 也不构成军事民航 重大情报的威胁等等的 这个状况之后 之下 布林肯就应该如期访问大陆 你怎么用这个理由 他还强调这一点很重要 亮哥你看 美国有远比侦查气球 还更大的问题 推迟访中 代表挽救双边关系 努力倒退 但是布林肯就是 借着跟王毅讲话的时候 就说你中国大陆这样做不好 所以因此他就说 他暂时不要访问大陆 这个Daniel Russell讲的意见就是说 阿兰道俄乌战争不重要吗 重要 对不对 不止嘛 朝鲜半岛不重要 也重要 对不对 然后美国 你佩洛西来台之后的那个 三项取消五个暂停 那个恢复不重要 很重要 我看任何一项都比这个气球重要 但是因为美国的现在舆论 都在骂这件事情 就变得他也很重要 所以简单讲就是你被舆论绑架 对 就说如果一个政府 他不能够拿出证据 用科学的态度来跟舆论对坐 那你大概不用帮外交了 我们讲白了 你知道我意思 对 比如说你要访问伊朗 访问朝鲜 访问中国 一定被骂 都会被骂 对 因为反对的国都有 是 对不对 美国就有很多 非常支持以色列的人 也有很多非常反对北韩的人 对不对 那就因为 那当然中国是最大的目标 所以现在你看到媒体 像歇斯底里发作 美国的国王部 明明就有讲一些话 那没有人在听 国防部阵这件事情 应该是比较专业的 是啊 就是你可以用凭空想像的 国防部说没有风险 对 所以他们没有把他打下来 对 那坦白讲这里悲哀的就是说 国防部到最后 也趋就于 压力 这个民粹的压力 然后后来不得不派军机 把他打下来 对不对 你打下来是有后遗症的 中国国防部就给你呛回来了 所以你可以这样打我 你以后就不要给我进来 我也要打你 这个就 我觉得这个就是拜登给人家感觉就是 你到底有没有一套战略跟战术 你是不是 因为坦白说 你布林肯这个访问被取消 虽然他的用词叫延后 中国外交部的措辞也还算温和 就我们就继续沟通吧 还是要维持大家来对话等等 可是这个氛围就 至少你已经被民粹的压力得逞了 对 因为民粹就是希望你怎么样 继续抗中 我跟你讲 政治就是这样 就当众议院结合了右翼的论述 在媒体 然后发现逼宫成功 我以后就会再继续用 政治就是这样 我以后就会再要要欲试 所以我这次成功了 我下次也要 还没结束 这才刚开始就对了 众议院还没开会 接下来搞不好要成立调查小组了 你不要忘了八巨头的会还没开 天哪才说要开 是啊 对 那你能不开吗 就参众的这些巨头 全部聚在一起要开 还有情报单位都要来 都要来 所以我认为 不接下来他才有戏 他要主导这个局 所以我认为 你得以让众议院抓到主导权 你要知道这个是一个外交事件 结果你现在 因为麦卡锡结合了媒体 阻止布林肯访问成功 接下来他要继续玩 他得分 当然得分 而且他会一路烧到 4月10号访问台湾 就是你们来不了换我可以选 本来就是 这重计 这个就是发球权他抢购我们 不过政治真的就是这样 谁抓到主导权 谁就继续主导这个game 所以你拜登跟布林肯 事实上是大失策 就你的后果是 你把对中外交的发球权 被众议院抢过去了 接下来他们很乐 开心的 因为他本来就不是行政部门 他本来就希望你一事无成 不是吗 没错 福斯当然也希望你一事无成 那这些反中的媒体 就会继续跟麦卡锡去唱这个戏 所以你未来华盛顿邮报 华盛顿邮报还是天民主党 你不要忘了 对 都反了 结果现在都站在麦卡锡那边了 不是吗 的确一个政治人物 能不能挺得住压力 的确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如果说你挺不住压力的话 你代表怎么样 你就会被民粹给绑架了 尤其来看到美国总统拜登 最后因为民粹压力 把这个气球给击落下来 结果现在也是被骂 比如说共和党的国会议员 就骂说什么 你这个就是要帮助 中国大陆掩盖 这个中国大陆的气球 侵犯美国领空的这件事情吗 一起来听看看 亮哥你怎么看 美国现在就是极右派的绑架了 这个拜登政府 这个Tom Cotton请他去问国防部 国防部你去问Hosting 很专业 是 为什么1月28号不击落 他就是说 他已经进来阿拉斯加了 你为什么不立刻击落 就这个意思 没错 他可以再回去找一下资料 看川普时机有没有类似的事件 高空气球川普 军方有没有击落 川普可能不知道 可是军方为什么选择不处理 我跟你讲 军方知道很多事 他也不一定会跟总统讲 他如果认为不构成军事威胁 不构成军情收集的风险 也没有银行飞行 他干嘛跟你讲 你总统忙不完 每天听人家报告 这种小事他就真的不用讲 他就觉得这个是没有那么重要 很重要的事 他就不会告诉你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这个就是 你现在要去让众议院 主导整个局就是这个结果 就是众议院一大堆 没有国防专业 没有相关专业的人 就在那边胡吹牛 他本来的定位就是反中起家的 他反中有票 是嘛 是嘛 没有错 所以他就继续讲他相信的事 事实上Rubio也是第一时间就讲 Rubio最反中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事实上李拜登自己搞了 这样的一个决策 你就等于让共和党这些反中的大将 抓到主导权 没错 好 抓到了主导权 你看本来大家都本来期待说 元宵节过后 中美关系也许会和缓一点点 你看被民粹绑架了吧 中国大陆外交部就说 中国大陆跟美国 也没有宣布过什么访问 美方发布该国的消息 到底是自己讲的事情 我们予以尊重 好 来看到 中国大陆的论点也是变了 尤其是1月17号 大家都知道汪文斌 其实针对布林肯说要访华这件事情 他是说欢迎的 但是到30号开始 这个毛泥就开始有一些不同论点 说美国你不能一边沟通 一边谈合作 一边损害中国的利益 台湾问题就是核心中的核心 然后接着毛泥接着再被问 再被问 最新是到2月3号的时候 他都还说没有访华的消息 意思就是中美之间真的是 有些事情真的没有瞧好吗 再来看到 美国态度最近真的也很不友善 最近一个越来拜登什么 全面封杀华为 切断了英特尔跟高通之间 对于华为的联系 还教唆上去日本荷兰 加入了禁售光科技的行业 围堵晶片 更别说美国跟菲律宾达成协议 要在菲律宾 放了新个4的军事基地 不是表示 因为汪文斌在1月17号 第一次回应这个访问 中国的问题 他是说我们热见布林肯访华 我们会进行沟通 来确定一些细节 表示这个沟通并不顺遂 简单讲就这样 所以毛泥在接下来的访问 才会说目前没有相关讯息 他1月30号就是在讲 沟通的并不顺 就是你要来访不能只想你要拿到的东西 中国也想拿到部分东西 显然就是没有谈妥 我觉得就是这样 很清楚 所以毛泥连续1月31号 2月2号 都不断的重复说没有进一步的说法 2月3号中国外交部就直接写了 就我们根本就还没有邀请你 所以我认为就是没有谈好 我甚至怀疑连接待的规格 都没有谈好 比如说布林肯可以去北京吗 不一定 是啊 因为康达就只有在廊坊 对不对 所以不管是实质的议题 你可以承诺的部分 还有接待的规格 搞不好都没有谈好 所以你这个就不能够说 这是一个确定的出访 那个布林肯冲击量只能够说 布林肯表达了访华的意愿 中方也说我们你可以来 我们来谈细节 结果这个细节并没有谈好 就是这样 就是没谈好 为什么会谈不好 亮哥因为他就摆出一些 没有想要跟中国大陆 谈的那种感觉 是要垫高筹码 刚刚说了对华超不友善 晶片围堵 军事上的围堵 更别说你看 摆了这个四航母的阵仗 南海泰士就说 你现在有两艘的美国的核航母 还有两艘的美军的准航母 你看摆这边 雷根号 尼米兹号航母 美利坚号准航母 马金岛号准航母 这些摆在这边 就中国大陆家门口 你是要干嘛 是要打架吗 另外再来看到 解放军针对航母这件事情 他也公布了一些亮剑 比如说微博 中国战略支援 公布了英籍21真实的作战数据 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 超高音速的导弹 平均速度他告诉你就是6马赫 我飞行速度就是平均6马赫 然后末端攻击是10马赫 你就是拦不到 突破现在所有的舰载 反导武器的拦截 拒止的能力再度跃升 其实这个美国早就知道了 只是说你要这样玩 那我只好用你的玩法 不过这个我是觉得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中国最后 可能得出一个结论 就说你布局了这么多动作 包括菲律宾要基地 进华为的所有出口 然后航母也在那边武舰 所以你是不是 包括你的访问在内 你都只是要来作秀而已 就我可能会得出这种结论 不然你做那么多动作干什么 你不是来弹劾的 你是来作秀的 就是你要利用你在中国的境内 如果是北京那更好 然后他就在北京讲出美国 反对中国的话 你就只是要把北京当作一个舞台 然后大家不欢而散 然后你就离开 根本就来踹门的 你是不是要演这个戏 我是认为 中国可能逐渐就做出这个判断 所以中国等于是1月17号 一路跟你谈了半个月 没有进展 越来越得出类似的结论 所以你可能是来踹门的 然后来表达你的意见的 然后就说你对中国大陆很失望 等等 既然如此我何必让你来 我干嘛配合你演这一出戏 对 我觉得逐渐就会有这种 我觉得中国大陆 最后大概就是做出这样的判断 然后中国大陆希望 他能够回应的事情 他没有办法回应 比如说麦卡锡来台湾 我坦白讲 布林肯是没有办法回答麦卡锡来台湾 因为他比你大 他是众议院议长 第三十位 所以李麦卡锡你怎么回答 所以你现在就是发生这种事 所以我是觉得 可是我跟你讲 即使我们现在 越来越了解更多真相了 这也是一个不祥的讯号 怎么说 不就表示中美没有交集 所以状况可能比大家想的要恶劣 就是你本来不是期待小阳村吗 对 所以麦卡锡4月10号之前 我们本来期待2月3月有个小阳村 就是连小阳村都不可得 不就这个意思吗 所以这个当然是一个不祥的讯号 小阳村都不可得的情况之下 又让美国众议院来介入来主导 美中的外交的战术 你就可以去想像 美中可能会越来越恶化 当然是这样 所以你才会说 纽约时报才会说 凸显出中美关系的脆弱程度 就是互信几乎是零 当然是这意思 你事实上台湾看来也不要高兴 我跟你讲 中美如果是美国众议院 来主导基调 然后到最后演化出 麦卡锡要来台湾 你认为中国大陆会不下众手吗 那个众手 众手坦白说受伤的是谁 当然是台湾 是吧 对 所以我是说 这件事情我说 透露出一些不祥的讯号 就是说美中可能从此下去 是要恶化 再加上你去想一想 接下来发生的事 2月王毅要去访问俄罗斯 然后俄乌战争 随时可能在爆发新一波的战争 这个世界不是大乱吗 美中关系也在恶化 然后俄乌战争 有新一波的战争要爆发 然后王毅要去访问俄罗斯 一定会再被美国来谴责 然后习近平跟普京搞不好 然后3月4月有高峰会 对 西府会 所以你去想一想 这整个逻辑下来的衍生 那不就是对抗吗 对抗大家都知道 其实对美国也许是最有利的 美国被说立国200多年 几乎每年都在打仗 为什么呢 他就是外部敌人 世界也许越乱的话 美国他会越强吗 会不会他是背后的布局是如此 最近看到说中美关系真的很脆弱 而且敌意很深 尤其来看到是说 美中现在美筹中是歇斯底里吗 最近中国网友也在问 旅美大熊猫乐乐不幸离世了 驻美使馆也说要开展死亡的调查原因 另外再来看到 美国很多都是围堵中国大陆的做法 比如说美国风险顾问公司 他就警告英国说 中国大陆家电跟汽车内置晶片 好像是特洛伊木马 中国制的移动式的物联网 会透过5G去收集情报 小心 用中国大陆这些东西 什么电脑 智慧型手表 汽车 电冰箱 灯泡 浴缸 都会被中国大陆 特洛伊木马收集情报 还有美国大福克斯的市长 他说当地有露气 要拥有的玉米加工厂 他说不行 不行 让他们进行投资 因为会有美国国安有威胁 共和党这个议员就说 因为这个地方距离美国空军基地 只有19公里 他中国大陆可以借由 这个玉米加工厂 监视美国的军事设施 好 那更不用说 中国特别委会的主席 盖拉格就说打算提出 美国要全面禁止T-talk 那就全部都进了 不我跟你讲 美国众议员的讲话 不需要讨论 美国众议员有435个 什么水平都有 对 就好比我们台湾 我们没有必要讨论立委的发言 这没有意义 OK 你真的干在说 所以我根本就懒得讨论这些 OK 因为你可能只是在作秀 在对你的选民交代这样而已 那我何必讨论你 就无知到了几点 我何必讨论你 我跟你讲 去年中美的贸易额 超过7000亿美元 还比2021年增加5个percent 你就去进 比Wallman Wallman我们知道 它平均的物件是2万到2万5 里面大概有1万件是来自中国大陆 大概50% 你就不要进 对 不要进 你不是说灯泡 灯泡会那个什么 进行窃听什么 就看你的中下阶层 能不能活得了 所以我认为对个别的顾问公司的 歇斯底里的发言 根本没有评论的价值 像一张电视场来看到 美国总统拜登 被说现在如果真的要选举的话 被说发现怎么样 美国也不乐见拜登跟川普 再战2024 最新的民调发现说 请向共和党的人来看到 支持川普的只有49而已 然后请向民主党的人 支持拜登以外的人是58% 川普以外是49% 就不要川普 然后拜登以外是58% 所以搞了半天 大家都看腻了什么 看腻了这两个老人在那边斗来斗去 美国媒体最新的民调 美国人不乐见拜登跟川普再战2024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搞了半天怎么样 拜登学川普一起抗中 但是现在这让亮哥说的被民粹绑架了 这种一眼主导了美国的舆论 会不会呢 对美国也是个伤害吗 广告回来记住 看广告就去继续中天 多看一只就多帮忙一点 每天看完30秒中天更气淡 你小哥出国留学是什么好事 那你哥去新加坡 还是他亲妈在待 将来你也会走成自己的家庭 你也会离开吧 我们也因为分离 我们变得无论多关心对方 也变得陌生 九年后的重逢 他们的关系会产生变化吗 好 美国拉着他的盟友抗中 但是这个包围网越破越大 我们现在看看的是包括什么呢 包括了是这个澳洲的部分 来看看中美关系 因为汽酒事件很紧张 但是澳洲外长黄英贤说 不取消跟中方的会晤 好 说的是什么呢 来看一下下一张 也就是说美国的包围网 越来越大了 其实来看到不只是纽西兰 就五眼联盟当中 纽西兰是非常务实的 然后澳大利亚也是现在务实对话 来看看这一个 这是最新发展 中大陆的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2月6号跟谁 跟澳大利亚的贸易部长法瑞尔 这两个人 举行了视讯的会谈 然后王文涛是应约 跟澳大利亚的贸易部长 举行了视频的会谈 双方就两国领导人 在印尼巴厘岛的会晤当中 处理的共识 要妥善处理彼此的经贸的问题 规划相关的发展 而且也为中澳的关系的下阶段 进行了说什么务实坦率 又很好的一个交流 王文涛说中澳其实是互为重要的 经贸的伙伴 而且双边的经济结构 是高度互补的 双边经贸合作互利共赢 当前两国关系 其实贸易关系 面临到很重要的窗口期 希望能够共同努力 先问一下亮哥 你怎么看这个最新的发展 中澳的 这个事实上是为澳大利亚的工商 企业的访问团 访华在做准备 对 因为本来就已经在组织中了 澳大利亚现在执政党是劳工党 工党 劳工党本来就比较重视经济 保守党就比较偏 自由党 自由党就比较偏意识形态 抗中 所以确实是很不一样 确实很不一样 目前我们了解 相关的东西已经在恢复进口当中 比如说煤 对 澳洲的煤炭 未来可能还会有各种食品 好多 龙虾那些很期待 它最期待的是红酒 红酒 当然煤矿也很重要 我认为也会有一些相关的投资 所以这个当然要看他走多远 其实我觉得大家最终还是在 就是说他对于他AUKUS 就澳大利亚在 他的安全战略是不是要做调整 还有他买的军备 是不是要做调整 因为何东黎潜舰 对你来讲意义事实上真的不大 对 他不大 对美国才有意义 难道你要打第一岛链吗 这个我想有点天方夜谭 你距离中国这么远 你补济有问题 平均超过5000公里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回到务实 就是你如果有安全战略 考虑的应该也是东南亚吧 南太平洋吧 这比较符合你的实际的利益 没错 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不断的 收缩重整当中 我觉得纽西兰就更早 了解自己的定位 对 所以有时候讲一句笑话就是 澳大利亚终于发现他在这里 终于发现他自己是 亚太地区 印太地区的 你是亚洲国家 亚洲国家 不是欧洲国家 而且你距离中国非常远 你是在第三岛链好不好 你不是在第一岛链 所以你的安全的问题 跟台湾 日本是不一样的 对 结果我这个讲一个笑话 就是说澳大利亚终于发现 他是亚洲国家 他是在第三岛链 所以当然就从这里出发 你要制定的安全的战略 还有经贸或者说 你的对华的政策 当然就是会跟第一岛链的国家 不一样 是 最近黄英賢 他在英国演讲的时候也说 澳大利亚真的是怎么样 最近真的是以前太忽略了 亚太地区的一些人民的观感 的确是如此 因为就像亮客说的 澳大利亚终于认清楚自己是 亚洲人了吗 再来看到是说 最近中国大陆有很多 很多国家要来访问中国大陆 其实尤其是南海行为准则 今年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重磅消息 柬埔寨首相鸿森 将要访问中国大陆了 他是应李克强的邀请 柬埔寨的鸿森 会2月9号到11号 对大陆进行了国事访问 正式的访问 大陆外交部的范茂宁说 鸿森首相 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好朋友 他是中国2023年 中国农历春节之后 首位接待的外国领导人 体现了是中检关系的高水平 好 我们来看看再下一张 因为柬埔寨它是东盟的国家 东盟都很希望 跟中国大陆搁置南海的争议 希望能怎么样 能够共同开发经济的问题 我们来看看 现在美国 日本 不断拉的菲律宾要抗中 小马可是2月8号到12号 要到日本政治访问 还要签7项协议 被说也会有瞄准中国大陆的 但是亮哥你怎么看 南海行为准则 东盟的国家 刚刚柬埔寨 也是希望能够跟中国大陆 和缓关系 当然他们是好的朋友 另外东盟就一定要讲的是印尼了 2月3号 东盟外长会议的时候 印尼总统左柯威说 不要成为大国代理人竞技场 讲的是东盟 不要成为代理人竞技场 印尼的外长也说 印尼计划加强跟中国 跟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谈判 最终确定有争议的就是 南海行为准则 大家都希望南海行为准则能敲顶 我真的对今年敲定 南海行为准则我是乐观的 因为 要收官了 柬埔寨本来就不是 他也不是 他不是深所国 本来大家本来认为去年 柬埔寨在做东盟的轮值主席的时候 就要处理这个问题 对 搞不好这个问题 已经进度严重拖延了 事实上中国本来预期 2019 2020就有机会处理 已经拖到2023 基本上越南总书记转副仲 去年访华 菲律宾 小马可是也访问了北京 国防部长都换人了 基本上本来意见最大不同的就是 我们讲就是越南跟菲律宾 基本上这两个国家都已经谈妥了 我认为矛盾就不大了 所以为什么你会看到 美国军舰最近常在南海进出 我觉得美国就是在秀肌肉 因为他知道不可挽回了 可是他就是要用实力来说 我自由航行法是照干 就这意思 所以说南海行为选择 真的敲定之后 美国他也许还会再继续秀肌肉 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OK 不过因为 因为这些国家 可是就是说美国的正当性 就会越来越少 因为他就没有办法找到 当地的国家来跟他结毛骂 对 他又是域外国家 对 所以说如果有争议 我举例 比如说小马可是 跟中国大陆他直接对话的窗口 也提升到外长层级 对 我觉得他们就是要处理 海上捕鱼的争议 就是我就立即解决了 也动不到美国进来了 所以未来如果南海有争议 那就用南海行为准则 直接处理了吧 所以就轮不到你美国出手的机会 等于这意思 所以你去想 如果说中非都有外长层级的对口 然后有南海行为准则 作为大家处理相关的 这个争议事项的处理 那干你美国屁事 就你美国跟日本恐怕要介入 你就没有正当性了 就当事国自己就处理掉了 对 美国顶多只是在秀他的军事肌肉而已 所以我还有这个力量在 对 可是没有实质内容 就是你军舰不断来 飞机不断来 可是你是要处理什么问题 人家就没有问题 是啊 就只是在处理 只是在秀说 我有肌肉 我有肌肉这样而已 那就是有点虚 意思就是我们自己国家 都觉得我们关系很好 为什么你天天来跟你说 所以你看印尼那个讲法就是说 我没有要跟你结盟 你事实上你不需要常来 他们都是用比较尖戒的方式在 他也不想直接对美国say no 可是他们都是在今天讲说 我们可以自己处理 我们不用劳您费心 你不用紧张 不用紧张 就是这意思 我们自己亚洲人可以处理 处理好亚洲事情 美国真的不需要多费心 也许东盟在今年的时候 南海行为准则 乐观的 亮哥说乐观的 也许今年真的要收官了吗 事实上第二版的内容 大家都已经传完了 传完就意思说没有意见的话 都看过 都看过了 因为东盟是一个共事决 东盟一过了之后 大家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 变成和平的海域 而不是怎样 天天美国在那边挑事 让这个地方兵戎相见 这大家是不想见到的 日本最近被说 真的岸田的民调好低好低 2022年12月的民调 岸田内阁的支持度33.1% 创下2021年10月以来最低 不支持率已经超过了5000 你看这样往上飙 最近岸田文雄 常常去怎么样 去亚洲以外的国家 他明明就是亚洲国家 然后现在他自己不认为 自己是亚洲国家 跟澳大利亚觉醒的不太一样 他最近来看岸田文雄 去G7国家去访问 当然是希望能够 为自己今年的G7办好 但是引发争议来了 就是岸田文雄的儿子 引发争议了 因为他跟着岸田文雄 去欧洲进行访问 这位人是岸田祥太郎 就是岸田的儿子 日本的杂志《新潮周刊》爆料说 他的小孩陪同父亲出访期间 到外务省的一辆公务车 搭他的公务车到百货公司去购物 然后还在埃菲尔铁塔上停留 并且还跟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合影 这合影其实还好 但是引发震应就是 他去买礼物 买礼物给谁呢 来看到有好多日本的这些长官 都有收到礼物 包括了你看就被问说 到底为什么使用公务车目的 官方的长官他就说 因为这是访问国际机构相关人士 为首相购买公务用的纪念品 而且要搜集对外宣传的 视频的素材 简单说他是小编吗 然后还说他没有私人的观光行程 的动机等等 然后岸田文雄自己也说 承认叫自己儿子去百货公司 买礼物 准备回国送给内阁的大臣 官房长官 内阁的官房长官松野薄一 也说对 我有拿到这相关礼物 好 这个人就是他的儿子 他其实在2022年10月4号的时候 岸田文雄就当选首相 一周年的时候 任命31岁的儿子 为首相的政务秘书官 然后把他工作近30年的 资深秘书官给怎样取代了 有可能他儿子也想要重政 应该是 这也不稀奇 日本的话不稀奇 对 因为就是正二代 现在正四代 我觉得他的儿子做的这些行为 争议性不算大 因为他如果当他的秘书官 我就可以说我是在执行 准备要买礼物回去 那当然他一定是用私人的钱吧 我不知道他这个 可不可以用公共事务费来支 就说我送给 我是行政院长 我送给部长礼物 因为我出国 这个其实有点灰色 因为行政事务费 理论上不是要做这件事 可是这件事情 这样子也被炒出 代表岸田文雄的 其实在日本的新政民调 日本媒体就是这样 日本媒体好几家亿周刊 你不要低估 新潮周刊只是其中之一 还有文春一大堆 文艺春秋 我都看过 因为我回日文 所以他这种爆料杂志极多 不过岸田就是他在幻想 他要用5月的G7 来重振他的民调 没错 我认为这个就是 可能真的是幻想 因为G7 对经济是没有功能的 事实上G7更像是军事联盟 因为现在经济议题 都已经转到G20去了 对 你军事议题可以在日本 得到更大的民调吗 我真的是怀疑 好 说到日本最近引发热烈的 还有一个 中国大陆有一位30岁的张小姐 结果她在微博上分享什么 自己 就这位女性 她说自己分享 在日本 其实她有去进行购买 他们的无人岛的一段视频 还引发热议 我们来看看相关报道 你可以看到她就买了这个无人岛 结果引发大家的关注 日本的媒体就开始说 这个小岛面积 大概70万平方公里左右 整岛的面积大概有900 平方米 对 平方米左右 然后大概是有917笔的所有权 这位大陆女生买了720笔 然后是冲旋县最大的无人岛 叫做乌纳霸岛 然后还说 就开始大肆炒作说 如果这个岛屿持有者 把它卖给中国大陆国企的话 中国大陆就会有俯瞰 驻日美军基地 冲旋岛的战略的位置 然后日本网友说 这就是中国大陆侵略冲旋的第一步 怎么把岛屿卖给了中国人 这个我相信日本 一定有相关的法律 可以买的话当然就 对 比如说你要卖给国企 总要经过审查程序 所以这个纯粹就是媒体在炒作 日本是不可能通过 让国企人拥有 沖繩周边的小岛的 所以这个基本就是炒作 不过我是真的意外 就是几百笔的产权 然后这个小姐是一个一个收购 慢慢 那个人的收购 我是不知道他是外国人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日本籍 因为如果是一个外国人 然后可以这样买 这个我也有点意外 就日本人居然允许这个行为 这个就是要相关的法律 可能要查清楚 搞不好这位女士 她有一些身分 这我们不知道 对 真的是引发讨论 最近其实来看到 美国的部分 被讲说 亮哥 美国做了很多事情 也许是伤害自己的公信力 尤其是像是俄乌的问题的时候 SWIFT的这件事情 就冲击美国的一个金融霸权 最近美国又说制造了一个 相当危险的先例 也就是说什么 比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远程火箭 还有战斗机急落流浪气球 还要更严重吗 这讲的是什么事情 也就是美国第一次 没收制裁俄罗斯商人的资金 这是美国第一次 没收俄罗斯资金 还把它送给乌克兰 把它进去说什么重建的 俄罗斯公民的个人产产 美国说风就风 这会不会对全世界的富豪 都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这说的是美国司法部长 他宣布说 要授权制裁俄罗斯的 这一位康斯坦丁 没收540万美元 转交给乌克兰进行重建 这个当然是违法 这还用说吗 我觉得你国家的行为 顶多只能够把犯罪所得没收 犯罪所得没收 也是属于美国政府的财产 如果他是在美国境内所赚的钱 没有所谓的财产转移这种事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从之前把人家的资产 冻结都已经说有很大争议了 所以我就不知道 他是制裁什么项目 具体讲就是说 是不是这个商人去帮 俄罗斯攻打乌克兰 然后提供了军事上的协助 所以这一笔钱 是跟俄罗斯打乌克兰有关 我是说要直接有关 不然你如果广义讲 只要是俄罗斯的国籍的人 在美国被冻结或没收的财产 都可以做转移 这个就是无法无天 真的以后谁还敢投资美国 国际法是不可能允许这种事情的 你顶多是说没收回美国国库 或者对他做惩罚等等 因为事实上也有很多人 这个问题很早就有人谈了 就说俄罗斯被美国 冻结的央行的资产 美国是不是会转移给乌克兰 是啊 因为泽伦斯基就这样要求 对 因为他说他有重建 要好多钱 六千亿等等 我们不知道这个行为是不是 要转移俄罗斯被冻结的 个人公司还有央行的资产 给乌克兰的一个先生 如果真的这样看 我认为会出很大的问题 对 会出很大的问题 全世界富豪也在看 另外来看到沙特现在也跟 美国现在是渐行渐远了 港交所跟沙特的证交所 签了合作备忘录 这个我觉得就是沙特阿美 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公司 一般估计他的市值 大概是2兆美元 因为他在寻求第二上市 他目前是在沙特上市 本来要去美国上市 知道他可以多重上市 这个不稀奇 像沙特阿拉伯这种国家 跟中国 美国都不错 所以你可以寻求双重上市 这个可能就会是 数位人民币的一个重大的发展 数位人民币重大发展 亮哥 刚刚之前也有说 今年会是托美元元年 人民币会不会更加崛起 想背着背包自我放风出去走走吗 中天文创品牌Keep Going系列 多功能双肩厚背包 櫻花粉 奶茶色 个性黑 一共三款内有夹层可装notebook 即刻入手 请上快点购 有您的支持 中天Keep Going 来自菊岛的尊荣味蕾饗宴 澎湖浮蓬洗来灯 五星严选顶级海黄干贝XO酱 极致口感鲜甜海味 严选新鲜顶级海鲜 有肥美鲍鱼 新鲜大干贝 高档石斑鱼 秘制独家配方 拌面拌拌入菜都适合 一瓶在手 五星料理马上拥有 快点购独家组合热卖中 上网搜寻快点购